吹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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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shared this.avors ק Nou 嘿嘿嘿嘿嘿嘿嘿,我是尚恩 今天我們帶來的是九命貓帶野的閃爍 九命貓呢 他最大的點應該是 變身之後非常像魔化的名人 九尾化的名人喔 後鷹忍者 如果你喜歡九命貓的話呢 請我們影片點個喜歡 接下來我們希望可以目擊到 三百個喜歡 一開始我們從下路開始打起了 主要是下路有射手跟輔助呢 幫我們打回比較快 我們吃到麒麟之後呢 選擇把野怪全清 清完之後再來河道吃個紅達摩 達摩呢跟靈鳥有點像喔 他也會提供視野 吃到達摩呢 還可以預防我們的中路被敵方抓 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 那我們來說說九命貓的特性喔 你可以理解成呢 他普通攻擊非常強 會一直的暴擊喔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呢 貓咪版的全身 是一個後期的達摩王 九命貓應該注意使用的技能呢 就是大招的時機 通常呢 你覺得有機會輸出的時候 我再開大招 開始大招的時候呢 我們二技能變成定身喔 也是我們唯一的控制效果 然後大招期間呢 我們三技能呢 位於距離也會變得更加遠 可以更好追殺敵方 這邊發現敵方打野喔 我們掩護一下我們的全身撤退 這邊我們是還沒上六等喔 還沒有大招 演一演之後呢 就要開始撤退喔 這邊我們並沒有打架 繼續回去吃點野怪 慢慢的發育一下 九命貓前期呢 基本上是偏向於發育喔 由於我們有一個位移技能呢 也不好使 九命貓本身的被動呢 就是可以復活一次喔 但復活的條件呢 是我們至少要有四層被動 我們的被動呢 就是血量條下面兩個魚 每次暴擊的時候呢 都會獲得一條魚喔 越多魚的話呢 我們跑速越快 這邊我們幫我們的犬神呢 一起擊殺敵方的鴨天狗 在故事劇情中呢 我們貓咪跟狗呢 是敵人喔 一個貓谷大戰的概念 然後收到敵方之後呢 我們再快速把防禦塔拆掉 畢竟我們兩個都是普攻 非常強的英雄 這邊發覺敵方火麒麟還在呢 我們打算反一反 我們這次還有10秒馬上好 隊友的時候打野在下面呢 會不會是在下 結果呢打野在這 有點麻煩 我們打算把這個紅麒麟吃掉 瞬移吃掉 打算叫位移跟瞬移逃脫 結果敵方還是叫技能追上來喔 喔 最後我們還是為了這個buff 叫出人頭 到底是納克斯礦主呢 常常為了一個buff而死掉喔 那沒關係復活之後呢 我們吃我們自家 自家有一個火星 火星的效果呢 就是額外降低治癒 當然它有一個回復魔力效果 九命貓本身呢是有魔力的 這邊追到中路呢 我們金魚機可能有點危險喔 馬上開啟大招 開啟大招的時候呢 我們三技能位移非常遠喔 而且二技能呢還會定身 所以你也控制敵方古女把他擊殺 那這邊前期我們傷害還不是很夠呢 亞天給我一直補血 就是殺不掉的 那沒關係我們先來吃個章魚燒 章魚燒呢可以增加我們全隊的傷害喔 非常不錯 另外我們說一說九命貓呢 身為打野 其實它也很好的分推喔 一來呢我們清兵線非常快 二來呢我們跑速很快 不怕緩速 還有一個位移 敵方是很難抓我們的 萬一抓到的話呢 我們還有兩條命喔 是不好殺 那由於這個遊戲呢 金戰英雄是 金戰英雄打小兵也是一隻一隻打 沒有那種擴散攻擊 而九命貓的二技能呢 卻是擴散攻擊 同時呢 九命貓的二技能還能夠暴擊喔 基本上到中後期以後呢 九命貓的清兵線會非常療癒 我們只要把兵線引到一起呢 使用一個二技能 啪啪啪 暴擊幾次呢就死光 真的非常療癒 這邊發現敵方中路法師喔 馬上開個大招衝上去 再咬出他兵森 大天狗雖然加了瞬移呢 可是最後還是要死喔 先控制敵方的壓天狗 喔這邊敵方人有點多 結果我們還是死了 但馬上復活 由於我們還有被動 剛說了只要我們被動呢 有四條魚以上 就點滿四層被動呢 就會復活 當然呢復活有冷卻時間 復活冷卻呢是兩百秒 補過血之後呢 趕緊回到線上 絕命貓被動呢 真的非常好用喔 讓我們逃過一劫 我們有藍麒麟重生 趕緊快速把它吃掉 可以注意到呢 絕命貓爆發也是非常的高喔 基本上呢也是可以用攻擊取消 就是普攻的瞬間呢 馬上按技能 這樣子可以打出塵盾的爆發傷害 這時候我們大招已經冷卻好了 注意下戰場的狀況 有必要的話就趕緊過去支援 這邊我們全身呢 看走了敵方鼓女喔 鼓女血量這麼殘呢 應該要回家補血 趁敵方打野在補血的時候呢 我們趕緊開這個霸奇大蛇 敵方應該只有打野有 打野降服 降服就制裁了 這邊我打算先趕走敵方的大天狗喔 不要讓他對我們的霸奇大蛇開大招 如果大天狗的大招呢 放在霸奇大蛇裡面會非常危險喔 OK 最後成功吃掉霸奇大蛇 吃掉霸奇大蛇之後呢 會進入白鬼夜行模式 白鬼夜行模式呢 會讓我們三條兵線都推出去喔 非常不錯 找到敵方鼓女 直接把他瞎跑喔 再搶掉他火梯令 九命貓呢就是這麼的霸道 不講道理 而且九命貓呢他雖然前期沒有很強勢喔 他前期抓人的能力呢 可能沒有妖刀劑跟 怡靜震天槍 還有萬連珠喔 可是到了中後期以後呢 基本上他是一個很神的打野角 不管單挑還是抓人的 尤其是追殺 非常的可怕 我們自己一個人呢 就可以衝過去把敵方盯在原地 打掉七八成的血量喔 如果運氣好呢 暴擊幾下敵方就已經死了 而且呢 定身的期間我們還有隊友喔 隊友也可以幫忙輸出 加上九命貓呢 有兩條命的特性喔 天生有個復活甲 平安靜這個遊戲呢 是沒有復活甲的喔 要獲得復活甲的話呢 要擊殺章魚 殺到很多次之後 會獲得一個福生之久 這邊注意一下我們的狀況 喔 這鴨天斗呢 強行吸殺了我們的射手喔 結果我們成功幫我們射手復仇 那這邊也不用急著打起來 我們先把血量吸起來 還有我們這套出裝呢 記得提前預購 一個吸血的招喔 要提前把吸血小靈階買出來 這樣子才有續戰能力喔 否則的話呢 打幾下就要回家 這個小細節呢特別的重要喔 大家要記得 這邊草叢蹲一蹲 蹲到一個鬼女 解開大招上去把丁身 普攻 輕鬆把他擊殺 我們除了跳得遠呢 基本跑速很快喔 拆他速度也非常的快 遊戲時間進入了十分鐘以後呢 基本上已經是我們 九命貓的天下 今天呢基本上 我說的多少是基本上呢 我也不記得了 到底為什麼我會瘋狂的說基本上 我告訴我們這封麒麟的速度呢 非常的快喔 跳上去普攻 二技能普攻 他已經死了 再來 喔還有野怪可以反 藍麒麟也非常好用喔 有降低防禦的效果 野怪也順便反一反喔 這時候我們還沒滿裝 單清兵的速度呢 已經非常的快 就把小兵贏在一起 二技能找找 就全死 找到敵方的白狼 順便把他吃了 非常舒服喔這邊 敵方的射手死掉之後呢 我們就沒什麼威脅 變成衝上去 這邊咬到敵方鬼女紅葉 本來呢是想要連大天狗一起咬的 最後順利擊殺敵方鬼女 我們之前也殘血活下來 當然我們本身還有一個被動喔 如果死掉的話呢也不會死 應該是說有兩條命 血量補一補之後呢 快速來到現場 這邊我們看看地圖的兵線喔 下路是往外推的 而上路呢敵方正在推 我們就往中上移動 這邊有機會的話呢 我們也想開霸奇大蛇 開霸奇之前呢 要先把敵方趕走 發現敵方打野 但是如果沒有鯨魚技在呢 我們打算直接吃喔 如果敵方打野過來的話呢 我們的法師是可以把他秒殺 抓到敵方再過來 可是已經來不及 我們加上 全身的吃野速度呢 相當的快喔 我們先去後面找敵方的谷女喔 敵方打野 我可以順利擊下敵方打野 這邊呢馬上是一個 五打四的局面 這時候呢我們先快轉一下喔 把三條路的兵線呢都推出去 然後發現機會呢 完全不用講道理喔 直接上來把防禦塔強拆 就在敵方英雄面前強拆喔 中路我們再來重複一次 看看能不能 偷找他幾下 哇也找到了他快三層的血量喔 中路防禦塔 看看敵方谷女想要幹嘛 他也不能幹嘛喔 看到我們就只能不好 基本上呢 單天也是打不贏我們 我們的爆發更加的高喔 而且呢我們還有吸血 還有兩條命 而且呢我們本身開啟大招的時候 還有增加雙抗 攻擊速度 跑速 跟一個定身的效果 敵方谷女打野呢 叫他位移上去 這邊我們敵方支援已經過來 我們就不深追 注意到敵方的雅天狗呢 有點出去喔 我們先個三技能上去 然後二技能把他緩速 追上去不停普攻 我們點滿的六層被動呢 跑速非常的快喔 沒有幾隻英雄可以跑得贏我們 這邊我們再一次呢 拆個防禦塔 直接把他拆掉 像剛剛我們拆下路一樣 而且剛剛我們不小心 摸到敵方的鬼女呢 他也差不多要死 喔這邊中路防禦塔 也是我們拆的喔 基本上我們今天呢 是一隻拆塔貓 那拆塔貓呢 看來不討喜喔 直接被融化 避出我們的被動 被動呢缺了兩百秒 所以呢我們要暫時 稍微小心一點 我放全神被敵方擊殺 我們先來吃個麒麟 壓壓鏡 哇這個綠色麒麟呢 非常適合九命貓喔 這樣子會讓我們的攻擊呢 造成暈眩 而九命貓的二技能跟三技能呢 都會附帶普攻效果 這邊呢我們準備來做出一個 贏得遊戲的一個play 先開啟大招 直接抓敵方後排 敵方射手呢 被我們暈眩 定身暈眩就死了 弓都還沒動喔 連瞬移都還沒交 再控住敵方 壓天狗 一併帶走 這邊敵方剩下 三個 五打三 四打三 先不及喔 把兵線帶上來 兵線到了呢 這個遊戲的小兵已經很強了 敵方基本上是清不掉兵線的 這邊我們只要穩定拆塔呢 就贏了 最後順路撤回敵方姊姊 贏得這樣遊戲 以上呢 是我帶來九命貓大野的閃爍 九命貓的好關鍵呢 還蠻是觀念的 就是你知道呢 什麼時候該發育 什麼時候該支援 你不能夠只發育 也不能夠常常去支援 最後感謝大家收看 喜歡影片請按讚訂閱打開鈴鐺 那我是尚恩 我們明天見 掰掰